北约峰会在即,美国却给俄罗斯塞钱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,5月份美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逆势上涨 涨幅达到了50% 这给正在召开的北约峰会添加了几分戏剧性的色彩 根据安排,今年的北约峰会在7月9号开始 11号结束,短短三天的时间里,北约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俄欧冲突,供应链管理和装备采购 除了供应链去俄罗斯化和去中国化这两点之外 各国都在想办法完善自己的军工产业链 以避免出现法国短缺火药,英国却要炮管这种致命性的问题 但是很显然,金平以两个国家的力量 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供应链的问题 除了借助北约以外,别无其他办法 西方炮弹产能和俄罗斯炮弹产能的差距 让北约各国是如莽在背 国防采购讨论的就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方案 根据现有的供应链,尽快补足各国的装备缺口 保证北约的战斗力 如果不出意外,美国这次又要成为最大的赢将 美国军工企业是整个西方供应链最完善的 除了美国,几乎没有谁能有实力 吃得下欧洲各国的军备需求 所以,预期说,今年在华盛顿举办的是北约峰会 不如说是美国军事承包商的展销会 最近,就在北约召开峰会之急 拜登政府干了一件让北约国家添堵的事 在5月份,大规模采购俄罗斯生产的农缩油 导致美国贸易额逆势上涨了50% 这件事往小了说叫正常贸易 往大了说叫子敌 这件事和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格格不露 也让这场北约峰会多添了几份戏剧性的色彩 大家记得,就在前几天 美国五家大楼还向美国国会摊牌 表示自己无法摆脱华为 希望国会能够为五家大楼提供豁免 允许五家大楼和使用华为设备的实体签订合同 可以说事实再一次证明 美国所谓的脱钩锻炼都是无计之谈 连美国都无法和中国和俄罗斯说不 还有谁能呢 好了,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下期再见